拉押血雨的小男孩 举起手迎接哥哥 两人共享一餐 也看得见哥哥对弟弟的疼爱 约旦慈祭之宫 每个月关怀安曼机场附近的 贝都因帐篷区 越来越多来自叙利亚的家庭 穿起背心付出爱 自愿煮热食 甚至捐赠棉被 妈妈心最舍不得小孩饿肚子 一餐饭的时间 让这些低收入又不稳定的家庭 聊聊心声 在帐篷里 叙利亚籍的哈金医师 没有诊疗桌椅 蹲跪着为每一位求诊的居民服务 席地而坐 开诊看病的场景 在马弗拉克帐篷区也都相同 室内室外全都是抱着小孩 担心孩子健康的父母亲 医师细心问诊 并详细说明用药方式 结束医疗服务 医师们也加入发放行列 每一个家庭领到21公斤的食物 虽然还要走一公里 回到他们居住的帐篷 但沉甸甸的物资 满满的爱 可以维持一家五口 大约两个星期食粮 大爱新闻陈济辉 越是匮乏的人 越懂得珍惜